今年两会开始召开了 然后呢延迟退休这个事情在最近几个月吧 屡屡的会被更多的人广泛的提及 谈论并且呢冲上热搜这个话题 那今天呢我也想聊一聊退休吧 因为这跟每一个在国内生活的老百姓都息息相关吧 有的人是盼望着延迟退休 多数人呢是不希望延迟退休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是提前退休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在今年两会上面 也许会推出提前退休的时间表 就看到这么一个消息吧 就是在17年 人事部呢就曾经承诺过 说延迟退休这个方案呢 需要五年的过渡期 基本上能够判断出一个事 就是2023年或许延迟退休这个方案就要启动了 甭管它是渐进式的 还是一下子推行吧 也许这个方案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 那在网上呢就曾经流传了这么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就显示的是这个你延迟退休对应的时间表 虽然说这个表格是不太真实的 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些问题来 就说这个延迟退休方案如果出来的话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统一到某一个年龄 比如说65岁统一到这个年龄段退休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男性的话现在不管是男干部还是男工人都是60岁退休嘛 那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延五岁退休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呢 恐怕这个方案的话就会影响更大一点 因为现在女性呢 她有这么两种情况 一个是女干部或者这个灵活就业者 管理人员 他们是55岁退休 就是比男性要提前五年退休 但是对于女工人来说呢 是50岁就可以退休 那么如果以后要是延迟退休到65岁的话 我觉得女性朋友 女性同胞的话是受影响最大的 有可能会顺延到10到15年 像一些特殊工种有的 好像女性呢45岁就可以退休了 对吧 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但是虽然这么说吧 仍然有几类人在延迟退休方案出来以后 她是高兴的 她是乐意的 那我先说一下 有哪些职业职位 她是希望延迟退休的 就是延迟退休对她来讲 是一个好事不是坏事 第一个呢 是我觉得就是那种体制内的机关老干部 领导 以前有一部情形喜剧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我爱我家 那个文星宇饰演的傅明老人 就是那一家之长 她呢就是属于从副局长的岗位上退休了 但是她退休以后 就是失去了那种工作和权力的感受是不好的 有点无所适从 她总想着去发挥余热 第一集就叫发挥余热 对吧 她刚退下来那一段时间 每个礼拜都要主动的去单位 再做两回顾问 想要去到那去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直到单位后来委婉的将她的办公桌怎么样搬到复联去了 最后闹了一个笑话啊 去复联去讲了很多那个有趣的事情啊 等于把她边缘化了 把她从最重要的岗位退下去之后 她那种心理的失落 这个可能我们普通的没有在体制内的这种工作过很多年的老干部是体会不到的 就像她这样的复明老人这样 有职有权 然后收入又可观 最后退休呢 她肯定不愿意 对吧 那这样的人呢 像现在单位里边好多到了60岁的老干部 还仍然去返聘 返聘回单位几年 再多发挥发挥几年的余热 这大有人在的 所以像她这样呢 如果要是延迟退休的话 对她来讲是一个好事 还能多领几年的钱 省得觉得自己没有利用价值了 还有第二类人 他们也特别渴望着延迟退休 那是机关单位 或者这种国企啊 事业单位啊 医院里边啊 或者是教师行业的 或者是那种国家单位啊 国企央企里边的闲杂人等 什么是闲杂人等呢 就是职位其实可有可无挺鸡肋的 但是就占着这个名额啊 是就相当于那种吉祥物的那种人 他们过去呢 这种机关单位是铁饭碗嘛 现在呢 越来越变成金饭碗了 你看很多人是千军万马几 这个独木桥 就是要考公务员 进到这个队伍体制内的队伍里边 对于他们即将退休的这种 可有可无的闲杂人等来说 他们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积累了几十年的功名嘛 然后账面的收入也不小啊 有白色收入有灰色收入 再加上每年还要发奖金给他们 还要有补助啊各种劳保啊什么的 加在一起的话 比这个他退休了以后 那可是值了老钱了 如果一旦退休了以后 你想只给你发一个退休金 顶多再给你点劳保用品 就仅此而已了 那你说他是喜欢延迟还是不喜欢延迟退休 肯定喜欢多再干几年呗 反正到了公司了 像他们都60岁上下了 到公司也不会被公司的领导重用了 就在那待着舒舒服服的 再待几年混几年日子吧 对吧 还多拿几年的钱 其实不去公司不打卡也可以 是吧 像这类人呢 他也是希望能够延迟退休的 第三类呢 就是叫体制内的技术骨干吧 我觉得像这类人呢 也是盼望着延迟退休的 什么是技术骨干呢 尤其是指就是后勤的 或者是文化部门 文化类的那种所谓的专家呀 或者是一些技术官僚 他们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胡锡进老师啊 金灿荣老师 他们的年龄都到了退休年龄了 对不对 他们如果一旦退休了的话 你像他们在互联网上发表一些看法 都是带有这种官方的头衔 退休以后 他就没有这些头衔了 那么这个对他们来讲 这个话语权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 对于他们仍然在那个文化部门的岗位上面 会更有利一些的 就是可以继续的有这种话语权 然后发表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对吧 而且像他们发表一篇文章 或一个视频收入也很可观的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呢 这些技术骨看啊 这些专家那多待几年还是最好的 是吧 在单位在体制里边挂着那些官方头衔是有利的 那这三类应该是比较欢迎这个延迟退休方案 剩下的三类 就是一听说延迟退休出来了 就哭晕了 就不太喜欢的是哪三类人呢 随便咱们再闲聊啊 第一类人呢 就是我第二那辈 肯定哭晕了 我是灵活就业者 跟全国那两亿多的灵活就业者一样 那我呢 上次可能没说清楚 我再补充一下啊 我是19年从IT这个岗位上退下来了 就是等于是内退也好 或者失业也好 然后呢 我就领了一年半的退休金 这肯定对我的养老金是有影响的 2021年的中旬 我这事业经理完了 那怎么办呢 就就变成灵活就业者了 按理来说 灵活就业者每年 你还得继续教你的社保 医保养老这些的 否则的话 你以后看病都没法报销 都是全自费的 所以我也在教着 教着的话 原则上啊 每个月教最低档的话 你个人也得交2000多块钱 但是呢 我加入了一个4050人员 我申请了这个 就是国家给一定的补助 交的就少了 交每个月 现在是580多块钱左右吧 580左右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一年我还要 就是交这个社保医保 的费用是在6000来块钱 对吧 这个情况就像我这样的 灵活就业人员 那我自己就得养活自己了 自负盈亏 然后呢 我还得要自己找活干 然后如果延迟退休对5年的话 那我就等于要多工作5年 并且呢 要多缴5年的社保 医保 少领5年的退休金呢 这里外里加在一起 就是10年 我得多吃10年的亏 我才能够享受到养老的待遇 对吧 对于我来讲 我肯定是哭晕了 是吧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呢 是私企员工 就是在民营企业 私营企业 那种工作的员工啊 尤其是像这个IT啊 金融业啊 很多都是年轻人比较吃香嘛 对吧 35岁魔咒 35岁就到了一个大龄的年龄了 那这些民企私企就不愿要你 现在加班也挺严重的 996007有这种魔咒啊 生活其实压力山大的 对于这种私企员工来讲呢 让他们去延迟退休 甭管几年吧 今后如果年龄大了 像五六十岁了 突然被裁员了 被这种私企员工裁员了 你说到时候他们去哪找工作去呢 还容易找工作吗 肯定很多地方都不愿意要 对吧 对于他们来讲呢 也是一个离空消息吧 就是延迟退休 第三类人呢 就是在体制机关里边的 刚退休的那种老干部也好 而闲大人等也好 他们刚刚60 满60退休了 您这儿夸击一下 延迟退休方案出来了 那我肯定心里就不平衡呗 是吧 比我小一岁的 人都可以享受到延迟退休的红利 多在国家机关里 再捞点 是吧 但是我呢 就捞不着了 我只能回家了 领退休金去了 我心情肯定是不好受的 对吧 对于他们来讲 体制内是一种红利吗 出了体制了 您退休了 就吃亏了吗 那对于这部分人来讲 肯定是小部分 极小部分 但是他们肯定也是 不太喜欢 这个延迟退休 对他们来讲 是哭晕的一种状态 对吧 看视频的 您不知道 看到延迟退休 消息出来以后 对您是开心的 还是哭晕的那种 是吧 但是现在有一类人吧 还有一类 就越来越多的 这个群体 是不在乎了 就是你延迟也好 不延迟也好 对我就没有影响了 对吧 这类人呢 最初的时候 有一类叫FIRE 就是他这个FIRE并不是说 你把公司老板给炒掉的 那个意思啊 而是几个单词的手写字母缩写 就是经济独立 提前退休 叫FIRE 这类人群呢 最早是从欧美那边 开始兴起的吧 后来呢 国内也挺多的 就是在内卷化社会的今天吧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提前退休 那提前退休 总得有一个标准吧 是吧 您得凑够多少钱 您才能提前退休呢 这在网上也是 每年都在 无数人在讨论 到底有多少钱 我才可以放心的提前退休 有人说 最早有人说是1000万 现在有人说500 现在呢 像摩都有个丁克夫妇 前几天的新闻里边报道了 300万 他就提前退休了 他没有孩子啊 人家有房子 没有孩子 在这种情况下 300万就觉得够了 对吧 还有更有甚者是 现在 有一些年轻人啊 25岁左右的 不到100万 100万都没有 几十万 就拿着这些钱 跑去哪了呢 云南大理 到那边去怎么样 享受生活 提前退休去 也不交什么 这个养老金了啊 就到那边去享受生活去 你看云南大理 如果你去到那边的话 你会观察到很多人 白天 在尔海边 喝着咖啡 欣赏着美景 晚上呢 就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 篝火晚会 就是这些年轻人 已经开始提前养老了 提前退休了 那现在问题就是 到底你存了多少钱 你拥有了多少 这个现金流 那你才能真正 从这种公司里边 落资 然后去享受这种生活啊 就是所谓的这个 经济独立 提前退休 那说法不一 有一种说法 我觉得是非常合乎 情理的 有道理的 就是你的被动收入 有的人是有持续 稳定的一个被动收 比如房租啊 或者是做自媒体的 变现啊 等等的这些钱吧 能够达到 你正常开支的两倍以上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你不上班 其实也是够花的 你有一半不是 就要正常开支吗 那剩下一半多的钱呢 你就可以滚动进行增值 那么后来我算了 算我自己 到底应该什么样的情况 才能够实现提前退休呢 你像我 每个月要交580 的这个4050的 社保医保的钱 对吧 然后呢 我每个月还要 衣食住行水电房租 这一费用加起来的话 我粗略算了一下 要6500 再加上580 一共呢 就得7000块钱以上吧 那对于我来讲 那我的被动收入 如果7000块钱乘以2 就是达到14000到15000 这种情况下 目前来讲 就是可以算得上是经济独立 可以提前退休 对不对 那你们也可以算一算 你们的被动收入和生活支出 达没达到这种两倍 或者三倍的关系 那这也就大致可以算得出来 你可不可以提前退休 或者延迟退休这个政策 对于你来讲 没有任何影响 你还是可以享受人生 对吧 喝点小茶 到那尔海边或海边 去春暖花开去 延迟退休对于你们来讲 是受益还是受损的 你也可以谈一谈你们的看法吧 然后也顺便可以谈一谈 您觉得拥有多少的现金流 才是在国内比较保险的 可以落词 对吧 今天我就讲那么多 欢迎大家也在关注 这个延迟退休这个方案的 如果有了新消息赶紧告诉我 我也去看一下 好再见了